。 大家好,我是法蘭克。 我是Eva。 那Eva是誰呢? 就是謝伯嫂 我們的醒戒之花 也是鐵人女神 鐵人三項女神沒錯吧 不知道不敢當 她是一個漂亮的妹妹 因為我今天不能試車 為什麼?因為我們今天要試的是一台 新的女性公路 也就是空力公路跑車 這台車由於是專為女性設計的 所以我請來的槍手 我嗎? 對!就是你啦 你要大聲喊 再一次喔 我請來了個槍手 太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試一試這台 Envy Envy Live 好 那柏巢呢我先介紹一下 它可是我們的 CIS 是不是 CMIS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嗎? 這樣還蠻好笑的啊 不怕的 也就是見識科的嘛 是 所以你不怕看那些 屍體 不怕欸 就是秉存著要幫助他們的 那個 心情去 去幫助他 你最近聽說得了一個很厲害的冠軍 你怎麼會來的 是什麼辦公室? 世界經銷 鐵人三項 這台車黑不拉丟的 你怎麼會喜歡 這台車它雖然遠看很黑 但是近看不簡單 哪裡不簡單 它的烤漆這邊 會隨著光線變色 所以騎的時候它會隨著光線變色 對啊 很漂亮很像彩虹 所以你很喜歡 喜歡 就像我一樣低調 但是 奢包 那我們知道之前呢 你也有騎過Envy 對吧 那也是你的專軍 也是 你新的Envy 那你剛才騎了 那你覺得這兩台車在性能上有什麼不一樣 你騎乘的感覺 它剛性是比上一代的Envy 還多了30% 它的加速的感覺會比較快速 加速度會比較快 那俐落性的 就比較俐落 比較俐落 然後也很輕巧這樣 因為它沿炸很穩 就是它 就是按下去會覺得炸車會很穩 比以前的那個 假的 炸車會比較好 對可以速度可以快一點 幾彎的話會比較 騎起來比較好炸車 哇 風真的很大耶 真的 它是頗遠接管 就是 它迎風面會 是有空力的 然後 側風的話 它就不會受風 不會受到側風的影響 你接風得到嗎 其實我騎的時候 一開始有點怕怕 上車之前有點怕怕 但是我騎上去之後 發現 側風其實沒有影響很大 輪組是 前低後高的設計 就是前面是42mm的 輪組 然後後面是65mm的 就是 在 騎的時候 前面比較不會受 因為它是比較低板高的 比較不會受側風的影響 後面板高比較高 它牽下來比較有慣性 續航力比較好 這樣 穩定性然後後面 對也是好很多這樣 阿提瓜的電子變速 可以仔細看一下 就是它就是隱藏四種線 所以就看不到 都沒線了 看不到線 但是它其實在車架裡面 在車架裡面 所以看起來 空氣力選會比較好 VDIV它上面裝了一個 功率器 它自己就已經裝好了 對 那你覺得這對女生來講 有方便性嗎 或是有什麼好處嗎 很方便 那第一個就是省錢啊 它是雙邊區秉的 所以就是 兩邊的素質 就是踩踏的素質 可以去看就是 踩踏有沒有平均這樣 然後 平常練習也是會很方便 騎車想要進步的女生呢 來說是一個很方便的女生 對很斷業這樣 對很斷業這樣 這車有沒有覺得需要 因為你的騎乘方式 拿去做一個調整的地方 有啊 我剛拿到車的時候 有在LIFT 台北女性店做fitting 龍頭握把的高度 我就有調降一些 然後椅墊有往前再調一些 就比較適合選手 選手的用力的方式這樣 目前還沒有找到缺點 那你覺得它就是一台很棒的車 很棒的車 對 好 沒問題